台北市一名80岁的老先生呢 中午跟着家人在天母一家百货公司吃饭的时候 被虾子给噎到昏倒了 餐厅的店长一看到立刻上前帮忙急救 一旁的家人呢也非常心急 打电话给119求救 并且在护理师的指导之下 使用的哈姆立刻将嘴巴里的异物给拍了出来 80岁的老先生跟着家人在餐厅吃饭 没想到吃到一半 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痛苦 因为被食物噎到 让他整个人喘不过气 家人跟店员赶紧上前 把老爷爷给移到外头的椅子上给躺好 这个时候老先生已经失去了意识 幸好店长赶紧帮他做CPR 并且由家人打119求救 上游巷往上推游巷 然后呢 这吃什么东西呢 中午12点多 一名80岁的老先生跟着家人去百货公司吃饭 一次是没有将食物给咬 所以就吞得下去 被虾子给噎到了 幸好店里的店长学过急救 再加上119的护理师指导使用哈姆立刻 抢救了5分钟 顺利将导先生救回移民 好